第十字幕 李宗盛 你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 不是吧 好厉害的岳父 这是什么呀 这可不是垃圾食品啊 这是我精心为你制作的 健康低脂减肥餐 好行星 黑暗料理 好期待啊 那你快尝尝吧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就好 卫生间在那边 好 上面有块白色的鱼巾是我的 你可以先用 好 还有个宽松的T恤 你应该能穿的 我去给你拿啊 好 好 喂 卫兰 你死哪儿去了 我在星星家那儿 具体的事情先不跟你说了 明天再跟你说 不行吧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怎么听这声儿 洗澡呢 啊 未来你禽兽不如你 你在红星星家洗澡 星星把我衣服弄脏了 我本来想再洗手间清理一下 她以为我要冲澡了 我就只好冲个澡了 你是不是傻呀 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的把你留在家洗澡 这就意味着 你想跟她有进一步的发展 不是吧 我没往那方面想啊 你俩谈恋爱有段时间了吧 那是应该确立正式的恋爱关系了 不过这种事情也要顺其自然 不能强求 虽然你今天做的事情 都挺让人误会的 你看啊 今天你爸不在家 你要请他回家坐坐 又不小心弄脏了他的衣服 让他冲澡 你还让他用了你的浴巾 但是 我相信这都是巧合 不 那 那我该怎么解除误会啊 解灵含蓄细灵人 你自己想办法吧 啊 星星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拜拜 不行 我得把话说清楚 回来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在跟星星把所有话说清楚之前 你一定要把持住自己 你